贵州是一个多民族共居的省份 贵州菜又称前菜 由贵阳菜 前北菜和少数民族菜等多种风味做成 贵州菜肴的一大特色就是酸 贵州最有名气的非仪美食是什么呢 来贵州品尝非仪美食 那我首推的就是咱们的凯里酸汤鱼 但是在吃酸汤鱼之前 会有一个迎接客人的蓝门酒仪式 那么接着就跟着我一起去体验一下 苗族是一个非常好客的民族 每当有客人来临 都是全家或者全寨的人来迎接 蓝门的时候 或在门口摆放一碗碗美酒 客人们要喝上一碗 或者一两口才能进寨子 来这家量欢寨 不管是当地人还是远道而来的客人 为的都是品尝一下这里的国家级非仪美食 凯里酸汤鱼 五赌钱是土生土长的凯里苗家人 也是苗族酸汤鱼制作技艺传承人 对于五赌钱来说 酸汤鱼不仅是生活中的美食 更是苗家人世世代代对家的眷恋 他从1986年开始经营酸汤鱼餐厅 如今的酸汤鱼品种越来越多 比如姜黄鱼 黄辣丁 嚼嚼鱼 桂鱼等都可以用来煮酸汤 那么酸汤鱼那种让人回味无穷 一品难忘的酸究竟是从何而来 酸汤鱼的制作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秘籍呢 五赌钱邀请记者来到他的乡下老家 去现场感受地地道道的苗家酸汤鱼是怎么做出来的 吴老师做酸汤鱼的这个手艺啊 走路打烙拳 咱们在本地的话就这样的俗语 其实意思就是说三天不吃到酸的话 走路是打颤的 就是走路不稳没有劲儿 没有力气 对 还有煮酸汤的时候还有放把米在里面 因为它没油嘛 没盐嘛 它只能放把米更加增加它的食味 做酸汤鱼首先是要准备好材料 对于这道非移民菜来说 最重要的材料便是酸汤 苗家人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酸汤 酸汤是用米汤发酵而成 每次酸汤用完之前都要留下一点做酸汤母子 用于下次发酵 有的酸汤母子甚至传承了好几代人 这是爸爸传的 爸爸的奶奶奶爷爷 到我这一代就是五代人了 第五代 所以我们的酸汤和其他的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呢 因为你闻一下 感觉很清香的一个味道 它有清香还有酸味很正 是不是 因为我们做的就是讲究的 它的食材还有它的温度 还有我们怎么去看它的酸汤能煮呢 好吃 我们就凭我们的眼睛 凭我们的鼻子去闻一下 还有酸汤最有特点的不能送人的 相当于每家每户的都算是一个宝贝了 每家每户的酸汤就是我们的宝贝 苗族人的宝贝就是酸汤 那我看这个坛子好像这个历史也比较悠久 而且有点破损了 怎么还在使用这个呢 对 你讲到这个坛子 这边是好的 这边呢 你看 这边都是全的 对 这有缺口吧 因为苗家人以前嘛 也是很穷嘛 但是智慧也是很好 你这边倒酸汤 它就不好结嘛 结不到它这个口 这边倒呢 你看它就 它就能结住它了 是吧 它就能结住它了 你看 哦 这样一个方法 它就利用这个坛子 所以带来以后呢 它又把酸汤 煮的饭 米饭的青米汤 又倒进去发酵 盖起就可以了 就放在罩上 每家每户以前就是烧在罩上 保持温度 好吃的酸汤鱼 一般还会搭配很多蔬菜 有一种蔬菜 别的地方不多见 但在贵州吃的人比较多 哇 这个可以当发酵蒜 一般吃酸汤鱼呢 会加很多的实令蔬菜 比如说像莲花白和南瓜 那么当季的话呢 吃这个广菜是最好的了 在这个广菜里面 它吃的里面呢 它是猪肚纤维嘛 吃了它帮助消化 还有吃的 它做酸汤鱼 它里面是空的 是洗水的 它洗那些鱼味道 还有酸汤味 它都全部洗进去 感觉是非常好吃 但是吃广菜 你要注意 因为广菜有一种芋头感 和广菜差不多的 这就是芋头感 是做抹芋的 但是千万不能吃 这个吃呢 以后呢就说不出话来 然后去上医院 讲不出话 非常的麻 广菜的杆 是夏季里最好的酸汤鱼配菜 既美味可口 又能增加酸汤的风味 传统的苗家酸汤鱼 又叫做酸汤稻花鱼 一般选用的是稻田里养着的鱼 吃法上也是很独特的 这些都是我们煮酸汤鱼的食材 但是我们的鱼都是 酸鱼粪的放了鱼种 就是打骨子的时候 它不是要养花吗 鱼都吃得肥肥的 大大的 肉很嫩 还有它的肉很回甜 还有吃起来很香 我们苗家人吃这个鱼 其他人是不能接受的 但是我们苗家人 感觉是最好吃的 他只能是把这个鱼 它的筛它也把它洗干净 把苦的肠子拿出来 就放在鱼里面了 咱们在吃的时候 好像鱼鳞是不用去掉的 鱼不打 鱼鳞里面都有盖 所以吃酸汤鱼呢 它就是要吃它的筛 吃它的鱼鳞 还有里面肚子的肉 白酸汤就是米汤发酵出来的酸汤 平时用它来煮一些蔬菜 不用加油加盐 就是非常下饭的酸汤菜 那红酸汤又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在自己尝的时候 发现白酸可能就酸味更浓一些 那么这个红酸里面 好像是有点辣味 红酸汤是怎么做的 它就是这个 我们的糟辣椒和西红柿 把它剁细 弄碎 把它弄碎 弄碎发酵 发酵半年 就放在我们的白酸汤里面勾兑 那就成了这个红酸汤了 今天红酸白酸都有 你想吃什么酸 我挺喜欢吃辣的 要不来个红酸吧 那就红的 天天吃酸汤 越吃越健康 我们就煮去吧 有了这些主要食材 烹煮酸汤鱼就变得比较容易了 先把酸汤倒入锅内 把鱼也放进去 再放入葱姜 番茄 青椒 广菜 木姜籽 各种蔬菜 能手撕的就尽量不用刀切 然后一起用柴火煮十分钟就可以了 这期间还可以制作一碗酸汤鱼蘸碟 最好是选用贵州本地的青椒 烧熟后切碎 再拍几个木姜籽青花椒 加入蒜末 加一点盐和鸡精就可以了 那我们吃酸汤鱼的话 在苗家是要怎么吃法呢 苗家切合汤 我切成碗汤你吃一下 好 它这个汤吃了以后微辣 但是又酸又香又回甜 夏天的食欲不好 但一喝了这个就感觉特别开胃了 是 它是解暑的嘛 喝了酸汤是解暑 天气热的时候越热越好吃 而这里面的那个肉香味 还有我们的那个木姜籽的味道 在里面就会特别的清爽 你喝完汤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汤放在我们的辣椒水里面 柴火的辣椒水 蘸鱼是非常好吃的 我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尝尝看 确实挺好吃的 我们夏天食酸汤它是解暑 还有养颜美容 还有冬天食酸汤它是去寒 养生的 还有它里面含有一些 泛蟹红 生长因子 还有一些氨基酸 它里面还有一些钙甜心 里面都有 它是一个发酵的产品 对人体是有好的作用 所以夏天食酸汤吃了以后 你去干活的时候 一点都不敢累 您说到现在这个地方了 我得多吃一点了 对 咱们一起吃吧 我看到我都想吃了 我也吃一点 贵州凯里酸汤鱼 是非仪美食里的一块瑰宝 那么来到贵州 还有一种非仪美食 非常有人气 那就是贵阳的长望面 那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 咱们贵州省的省级非仪美食 那就是长望面 长望面有啥特别呢 今天我们也是来到了一家 几十年的老店了 要吃上一口长望面 不是那么容易的 可以看一下 这才到饭点 已经是还对排了几十米了 一会儿可能还会上百米 味的就是吃上这一口 热腾腾的长望面 早咱尝尝去 长望面的人气 一直都是非常火爆的 排队二十分钟 吃上一碗是常态 店里做不够 蹲着也要吃一碗 不要吃东西都这样的 好吃的都要排队 很正常 我们都习惯 头上就是很爽瓜 就是我们老婆也喜欢的 这个东西长望面 传统的长望面是 二两面条配上 血旺 猪肠 脆绍 豆腐 高汤 再淋上醇厚的红油 最后撒上一点葱花就好了 一位技术鲜熟的煮面师傅 三四十秒就可以煮出 一碗香喷喷的长望面 但是这所有的食材 准备起来 却颇费功夫 那其实长望面长望面的 这个剪的谐音 寓意就是长久兴旺 所以里面的这个猪血 肥肠都是非常有讲究的 现在呢我们在制作的 就是新鲜的血旺是吧 长望面的这个血旺 都是采用每天新鲜的这种猪血 然后送过来 我们拿过来加工的 它最重要的就是豆腐 厚薄就是匀层 用水给它煮透 煮透以后就可以了 因为它在长望面里面呢 就是说是最简单的 一个加工工艺 和猪血的加工工序相比 猪肠的处理就复杂多了 需要用醋和盐来反复搓洗 直到粘膜洗干净 煮熟后再清洗 通过这样反复清洗 来去掉它的异味 而另一种脆哨的加工 也是相当复杂的 选用上好的五花肉切成块 在锅中熬到金黄色 出油后把油盛出 再加入由多种香料 调配出的水来烹煮 把水烧开后 从油中滤出的颗粒 就是长望面里 最酥脆的脆哨了 整个过程 至少需要半天的功夫 才能完成 脆哨 长望面每家都在制作 我家的脆哨 就是说有自己的做法 香味特别好 也特别脆 老年人也咬得动这种 小孩老年人都咬得动 脆哨熬出的油 加上其他食用油 还可以用来制作红油 长望面的香辣味 主要源自于红油 用当地的糟辣椒 放入油锅中炸制 还要加入各种香料 辣椒和香料 在油锅中翻管交融 醇厚浓郁的红油 往往也是需要两三个小时 才能加工完成 连到长望面上 让人立刻就食欲大增 不仅各种焦头 需要精工制作 长望面的面条 也不是用简单的面粉做的 因为这面我觉得 看起来有点卷卷的 看起来就和其他面不一样 是不是 不一样 因为它要求特别劲道 特别劲道 特别劲道 还有就是说 它要加鸡蛋和鸭蛋进去 加鸭蛋的目的 就是让它特别脆 对 透亮 透亮是 你看是有点亮的感觉 所以它和其他地方的面 就是水面都不一样 像重庆的淡淡面 南州的拉面都不一样 然后我看到还有 卤蛋和我们的辣鸡 这就随自己的口味添加了 自己的口味添加 有些人他吃一碗面 感觉不够再加鸡蛋 刚好 就是这样 所以你看这个营养也是搭配得很好 口感也是搭配得很好 来贵州品尝飞夷美食 松桃卤鸭是美食爱好者不能错过的 贵州同仁的松桃苗族自治县 地处相前于三省交界处 独特的地理位置 加上当地的民族特色 造就了丰富多彩的名小吃 省级非宜美食松桃卤鸭 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松桃卤鸭也被称作南方烤鸭 作为民间特色食品 数百年来以色香味俱全而深受中外食可的青烂 我现在手里拿的就是咱们非常出名的 非宜美食松桃卤鸭 那这么美味的鸭子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 今天我们找到了松桃美食手艺人娟姐 其实要想做好松桃最好吃的鸭子 第一步是原材料 卤味处处都有 松桃卤鸭之所以特别好吃 卤料至管重要 殷娟在卤水配料的选择上 她有一套自己的独特方法 一看 二纹 三摸 三个步骤一个都不能少 我们一般做这种鸭汁需要多少种药材 这个有20多种 20多种 那么多 那我们在选这些药材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抢势 那肯定要选好一点的 比如说像这些的话 你看着它颜色比较均匀一点 还有就是这种看起它不是那种一看就是野生的 不是那种种植的那个 这个的话它会让我们那个卤鸭呢 味道更浓 制作松桃卤鸭要选用什么样的鸭子呢 树林 湖泊 山野 大自然中自由生长的苗香野鸭才是最佳选择 松桃地处武林山主峰范靖山东路 绿水青山 养殖苗香野鸭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 养殖的鸭 肉质纤维 营养丰富 富含DHA 乱林汁等微量元素 今天我请到基地老板给我们抓了两只鸭子 你来选一下看哪一只鸭子认为最合适呢 我觉得看着这只又肥又大 这只肯定适合 那恰恰相反 我要选用的鸭子呀 要选这种稍微瘦一点的 它肉质比较结实一点 吃起口感更好一点 松桃卤鸭一般要选择养殖一年 两斤左右的苗香野鸭 除了原材料精挑细选之外 最重要的工序就是卤制 锅里放入适量冷水 将姜片 花椒 鸭子依次放入 焯水去腥是卤制的第一步 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卤水汁经过加热后 锅盖已经挡不住它的香味了 这鸭子做出来之后到底好不好吃 这个卤水是不是它的灵魂所在呢 那是的呀 我们家这个卤水的话 已经是有七十多年了 在我这一代已经是第三代了 所以说我们的卤水 它加了有一些你们常见的呀 桂皮呀 八角呀 这些还有大骨汤呀 老鸡汤呀 不光有这些 还有我们家的祖传秘方 这个我不能告诉你了 这是我的秘密 一锅鸭子的话 这次要卤两个半到三个小时才行 这下我先把它捞出来 然后放凉 放凉以后呢 再进行第二次再卤 卤鸭子要卤两次 这其中的奥秘到底是什么呢 这鸭子的肉质吃起来确实非常的紧实 我之前也吃到过很多的卤味 都只是表面上有味道 但是凝卤的这个鸭子的味道 它咬到最里面去 倒还是有一股很浓的卤汁味 因为刚刚我把那个卤鸭卤好以后 再把从卤水里面捞出来以后放凉 然后再进行第二次再卤的话 这个就会让这个鸭子的更加肉味 肉质更加鲜嫩 松桃卤鸭可以趁热吃 也可以放凉了吃 搁置三五天也没有关系 是一款令人回味无穷的非夷美食 吃过了卤鸭 还可以到贵州的大方 去尝一尝那里的非夷豆制品 大方是中国的豆制品之乡 走进大方就好像走进了豆腐博物馆 除了最知名的臭豆腐 豆干 豆棒 豆腐皮 腐竹等产品 也非常有地方特色 2013年大方豆制品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那么到了大方一定要吃的一道豆腐美食就是扇鸡点豆腐 鸡和豆浆是这道菜的必备食材 扇鸡就是没打过名的公鸡 这样的鸡长得更快 更肥 更嫩 三斤 两个月先把它散烂 散烂才会回到七 八个月 在梦中我们就说是为两次 这个鸡它踢骨以后该怎么来处理 这个骨头有两个汤 然后我们就把它剁成鸡丝 我们在豆腐里来剁成豆腐 大方被誉为乌蒙井城 县城内有99口水井 必须用当地产的优质黄豆和井水 抹出来的豆浆才能点出鲜嫩爽口味道独特的豆腐 抹好的豆浆倒入锅中大火煮沸后改为小火 随后将加入用生姜腌制好的鸡肉 待鸡肉煮熟后 根据季节变化用适量酸汤点成鸡丝豆腐 凝结后压榨成形 随后用刀切块分装出锅 一道珍奇豆腐美食就算完成了 正宗的扇鸡点豆腐 讲究的是豆腐越煮越嫩 汤水越熬越鲜 鸡肉的鲜美全部渗透在汤水中 上桌前用豆盐在锅中打底 整齐的马上弹嫩的豆腐 浇上鸡汤和豆腐圆汤 搭配西红柿鸡蛋皮 冬孙 葱白葱花 再做以味精 胡椒 盐等调味料 非常非常的那种鲜嫩 而且入口即化 在化的这个口感当中呢 它还有一种浓浓的这个鸡肉香 特别棒 如果来到大方啊 我们不吃这道扇鸡点豆腐 一定是非常大的遗憾 来到贵州还要去体验一种 最让人意想不到的省级非宜美味 那就是赤水的虫茶 虫茶是茶却又不是茶 它可以说是茶叶当中的猫是咖啡 今天我们要一起揭秘赤水特产 赤水虫茶的生产过程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我旁边呢 这位大哥正在准备工具 准备呢前往山上采摘一棵白茶树上的嫩叶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就一起上去看看 虫茶又叫茶精 并不是茶叶 而是由一种名叫米稿明的昆虫 在采食了白茶叶后留下的粪便制作而成的 天然的虫茶一般生长在高海拔地区 以前大多数茶农都会爬到大树上去采摘虫茶 现在经过不断驯化 虫茶也可以人工培育了 刚才咱们大哥爬上的那棵白茶树呢 是野生的 已经有五百多年的树林了 而现在在我身旁的这一片白茶树林呢 则是由人工驯化而成 这样呢不仅能保证咱们白茶嫩叶的质量 而且呢还可以提高它的产量 如今的赤水虫茶 是可以用白茶树内叶 经过蒸煮 晾晒 堆放 发酵处理 吸引闻香而来的米稿明 再次产卵 繁殖幼虫 幼虫蚕食白茶树叶 排泄出一粒粒比油菜籽还小的虫食 茶农收集虫食 晾晒制成虫茶 赤水虫茶清香扑鼻 切人鲜皮 有提神醒酒 解毒清热等功效 这个虫茶这个颜色看起来就和 红茶的茶叶的那种有点像 对吧 对 它这个虫茶呢 它是树叶和这个树林的高低长短 或者脑内 它都有直接明显的区分 颜色都会有区别 但是总体还是成这样的红棕色 对 虫茶开水冲泡后 汤色红鹤明亮 入口春香甘甜 据赤水限制记载 清中晚期至民国时期 在今天的赤水四栋沟 石杖洞及望龙云集一带 就有香眠自制虫茶 并长期用虫茶解决老人 消化不良 小而及时之苦 除了冲泡虫茶 虫茶也可以用来烹饪美食 虫茶养生汤 虫茶香酥排骨 虫蛋等十多道菜品 更是受到不少消费者的喜爱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长沙的城市中心地段 千年老街 坡子街 在这条街上啊 有非常多的小吃 让人眼花缭乱 但是呢 有这样一个小吃汇集地 能够找到我们今天想要找的 湖南飞移美食 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长沙坡子街 拥有一千二百多年的悠久历史 这里不仅是承载 湖香文化的千年老街 还是颇具影响力的民俗美食街 在这条街上 有一处最为热闹的所在 那就是火宫殿 火宫殿最早兴起于明万历五年 原为一火神庙 以香火鼎盛 逐渐成为本地市民的活动场所 长沙地方小吃 在火宫殿大量汇聚 摊贩云集 促进了小吃制作技艺的交流 产生了一批非宜小吃 今天我们来到了拥有百年历史的火宫殿 提到火宫殿就不得不提到臭豆腐 臭豆腐的制作工艺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而除了臭豆腐 这里有八大传统小吃 现在让我们来一探究竟吧 走 火宫殿八大传统小吃 指火宫殿现存的 为大众所熟知的八个小吃品种 即臭豆腐 姊妹团子 龙之猪血 三角豆腐 竹伞子 红烧猪脚 荷兰粉 八宝果饭 这八大传统小吃 以其独特的制作工艺 列举一哥的特色风味而闻名 2009年 传统八大小吃制作技艺 被列入第二批 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21年火宫殿臭豆腐制作技艺 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来火宫殿不吃臭豆腐 等于白来一趟 那会吃的长沙人呢 肯定是要先尝一块原味的 味道如何 外酥里嫩 有一种豆腐的焦香 同时呢 还有那种豆制品的那种醇香在里面 我们接下来呢 把这个臭豆腐戳一个洞 然后把酱汁灌进去 它的这个酱汁 很特别 层次非常的分明 你会有一种 想要再吃一口的那种冲动 不识臭豆腐 味道长沙城 这看起来漆黑如墨 内心素面朝天 出闻臭气扑鼻 细品回味悠长的方寸之时 究竟有着怎样 让人牵肠挂肚的魔力呢 流炸豆腐四四方 闻起来臭 吃着香 外层酥脆内如脑 最要锅边趁热炒 长沙臭豆腐始创于清朝同志年间 长沙香烟府的江济豆腐作坊 1908年江家后人江炳坤 随父母来到长沙火工店摆摊市店 经过他的潜心钻研得出了一套制作臭豆腐的完整技法 长沙臭豆腐由此声明确起 江炳坤逝世后 齐齐王满真作为首代传承人 先后在1956年和1959年 收盛纯刘涛云为徒 1994年第三代传承人何谷良 师从刘涛云开始学习臭豆腐制作工艺 他没想到这份一开始令他嫌弃的手艺 一做就是一辈子 当初学习法我也不愿意修这个东西 关键就是搞得一身臭 做气球片它有点心情里有臭气 你就是在陪人家做壳 也是给陪人之不好做的生臭气 你再把仙招啊什么发落费打扫 那就是还是臭 晚上学个醒了背后里面都是臭的 让何谷良每天一身臭气的正是这桶卤水 臭豆腐的制作记忆全都藏在其中 对于制作卤水的食材选择 何谷良有着教科书般的严格 冬至前后卤水新作 选用流洋豆豉 酥叶等原料放入锅中 加水大火煮沸 过滤掉残渣 把汤汁倒入装有上等鲜冬笋 香菇与曲酒的缸中自然发酵两年甚至更久 空气 水 微生物 卤料等在恒温的条件下充分渗透溶解 按照传统新缸卤水用完一部分 就把老刚的卤水堆进去一些 如此循环往复 卤水虽臭不符 其中的甲鸡银朵是长沙臭豆腐闻起来臭 吃起来香的主要原因 制作臭豆腐还是件体力活儿 如今67岁的河谷梁已经力不从先 周后穆是他的徒弟 已经跟他学习了七年的手艺 是臭豆腐技艺第四代传承人 与河谷梁年轻时不同 现如今要想拜师学习制作臭豆腐 是要经过层层选拔的 除了制作卤水 周后穆每天都要浸泡豆腐 将质地解密老嫩适宜的白豆腐 进入卤水中 到了冬天 卤水冰冷刺骨 但是周后穆依然需要将手臂 放入卤水桶中搅动 这样豆腐才得以深度浸泡 数小时后豆腐才能变得 色黑如墨 臭味不鼻 卤好的豆腐即可下锅油炸 火候和油温的把握也是关键 豆腐片在锅中均匀持续受热 高温茶油的呼唤让一片臭豆腐的黑白人生 在历经凝聚 磨练 沉淀 转化之后重归圆满 而对于手艺传承人来说 制作臭豆腐的每一个细节都是无数次练习 追求极致的结果 臭豆腐那隐秘于是厚重悠长的绝味之谜 答案并不仅在记忆本身 更重要的是传承与坚守 像我们做臭豆腐这个事情 非常简旧的 原汁原味的吃 吃得好就好 我也不要离放任何东西 这是我精致的结果 我们没有想到那是什么回馈 这有什么名声吧 我一直我对这次事情都看得非常的 非常的大 我不在乎 精心搭配的调料与刚出过的臭豆腐 可谓天作之和 食客们期待这场辣椒汁与蛋白汁的奇妙交汇 戳破外皮 让配料专介豆腐的内心空隙 趁热入口 满腔的鲜香酥脆 炖感神清气爽 我们俄食 这个戳豆腐是三分解一片 一次吃到现在 家乡的味道 每次都来都要点 这个越来越精致 好像就吃了 吃不腻 好像好吃啊 经典啊 火宫殿的每一道小吃背后 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 作为火宫殿八大小吃之一的姊妹团子 就有这样一段典故 上世纪初 由江姓良姐妹 在火宫殿的庙会场上 卖糯米粉蒸汁而成的团子 一甜一咸 一高一矮 高的馅儿咸 矮的馅儿甜 一圆一尖 这糯米团子在长沙城很是出名 一天尤为爱吃的时刻说 这团子还叫什么糯米团子 干脆叫姊妹团子算了 这名字取得好 很快在市面上传开了 就这样 姊妹团子成了江氏良姊妹的谋生之道 没想到这一传就是上百年 玛丽是姊妹团子的第四代传承人 与河谷良一样 一开始她并非自愿学习这门手艺 当时我来的时候 我90年来的时候 比较对这个姊妹团子还是北深 糯米粉 这个配比 这个流程 比较要精细发一点 为什么呢 它是小 小点 做得很小 我不想那个大包子了 多年一个的了 玛丽接手传承火工店姊妹团子 已经有37年了 她一直坚持采用传统配方 与传统手工制作 制作姊妹团子的糯米粉 必须使用上等优质糯米粉 首到工序是将糯米粉与粘米粉熟芡 加入一定比例的水 活成面团带用 这一步听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在记忆未打到炉火纯青时 糯米粉的配比是一定要过秤的 现在熟悉了 基本上都知道 这是500克 一半250克 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这个河面也有点绝效 水要均匀 少了也不行 多了也不行 他们喝的时候也要盛一下 50克的糯米粉是六年选 姊妹团子最关键的一步 是制作一甜一咸两类馅馅 咸馅馅是在鲜肉泥内 加入姜 盐 酱油等调料 拌制而成的肉馅 而甜馅馅则是用糖粉 麻仁 桂花糖拌制而成 糖粉就是相当于 这个糯米粉一样 很细的 吃几个的口感也好一点 不像那个百当 那个选百当很臭很臭的了 很臭一定 现在用个档粉其实很轻易一点 口感也好一点 最后将和好的面团揪出小团 分别包入肉馅馅和糖馅馅 制成高低不一的团子 上火蒸十分钟即可 装盘的姊妹团子 色白如玉 温柔软糯 鲜甜回甘 看起来想吃 吃起来回味无穷 其他六种小吃也各具独到之处 荷兰粉 精选优质残豆粉 放入热水迅速搅拌至凝胶状 带其自然冷却成形 切成晶莹剔透的片状 再配以微炖的圆汤 食味浓郁 嫩滑鲜香 三角豆腐 采用优质豆腐 油炸后加入高汤微汁 出锅后颜色脆黄 口感嫩滑 鲜美多汁 龙汁猪血 新鲜猪血放置于盐水中 带猪血稍稍凝固后滑成薄片 放入沸水中煮熟 所以麻油 葱花等 吃食有如龙肝凤枝般细嫩 故得龙汁之名 这个龙汁猪血 简直就是飘香四溢 而且这个颜色看起来就很有食欲 你可以不用牙齿去咬断它 你就轻轻用舌头一碾它就开了 哇 太棒了 而且淋上了这个香油之后 它的口感层次特别的好 红烧猪脚 采用宁香所产米驼子猪的前脚 加桂皮 干椒 八角等配料微脂 骨肉分离而不烂 味浓鲜香 煮伞子 和面要久搓八样 拉丝要揉顺如棉 油炸时更要掌握火后 不断翻动 伞子出锅后入汤 配以香葱花 芝麻油等调料 色香味美 落口消融 八宝果饭 选用上等糯米 配以瓜仁 莲子等八种干果 紧蒸熟 加糖 装拨 蒸制等程序 软糯油润 香甜可口 十里飘香 八宝果饭里面的配料非常的丰富 有我特别喜欢的红丝 绿丝 红枣枸杞 还有葡萄干等等 哇 来尝一下 嗯 甜甜的 软软的 嫩嫩的 在湖南除了火供店之外呢 还有一家百年老店 能够找到我们此行想要找的飞仪美食 平生看意是把展玉楼东 它就是玉楼东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玉楼东的六道飞仪香菜 分别为发丝柏叶 麻辣紫鸡 酱汁肘子 腊味合蒸 冻瓶龟羊 柴把桂鱼 由于时令原因 夏季来这里只能品尝到其中三样 头道菜 发丝柏叶一出场 就让人惊艳不已 这道菜一上来就仙气飘飘啊 而且看起来刀工非常的精细 形如发丝 飘着呢有一股淡淡的珊瑚椒油的香气 脆嫩爽口 而且是酸辣的口味 再来尝一下这个金牌酱汁肘 色泽非常的红亮 而且呢 它这个肥瘦香移 尝一下味道 在嘴里面就是简直像一瞬间化掉的感觉 它那个酱汁呢 又让人感觉到很浓郁 很纯香 第三道飞仪美食 麻辣紫鸡 这道菜呀 听说在制作过程当中呢 加入了特制的酱汁 所以呢 在别的店模仿它的时候 都做不出它的味道 所以叫什么呢 一直被模仿 从未被超越 来尝一下 嗯 外焦里嫩麻辣鲜香 入口里面呢 首先是有一种淡淡的那种 胡椒的清香 之后呢 熟的会有点麻麻的 它的层次非常的丰富 几经历史的变迁 这家香菜百年老店仍屹立不倒 其传统技艺能保持至今并不断发展 归功于一代又一代香菜名师的传承 这六道传统香菜 就是由现任总厨师长许菊源主理传承的 于2009年成功入选长沙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李燕是许菊源大师的徒孙 现如今是这家餐馆的行政总厨 三十年前她还是个年轻的学徒 那时没有现代厨具 李燕所做的也都是脏活累活 早起第一个到后厨生活 晚上灰头土脸的桃梅灰 做学徒要替师傅杀鸡破鱼 还要用辣椒洋葱等配料练习刀工 可以说是吃尽了苦头 91年嘛 是吧 谁家有空调 那时候就热 全身长满了这种肺子 前面也长了 后面也长了 晚上洗澡的时候 洗完澡之后还要擦那个肺子粉 我妈妈就望着我很心疼 你别考这一行了 我觉得我还是热爱我这一行 因为我可能在这一行里面 能够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吧 厨房里的脏活累活 使李燕的基本功逐渐扎实 1999年 李燕凭借发丝牛百叶 拿下全国第四节烹饪大赛的金牌 发丝百叶菜如其名 每一根牛百叶都要切得细如头发丝 这种刀工绝活 非一朝一夕可以练出来 这枚闪闪的金牌是李燕用无数次的练习与受伤换来的 切牛百叶切冬笋丝 当时那个手上不知道 已经麻木了 被刀切得已经麻木了 切得就随便切个口子 你看现在这个手上这些地方 长好了就是这样一个疙瘩 它就是被刀切的 切了之后包扎一下继续 就这样练出来的 不是说什么你三天两天 三个月两个月 就能够把这个东西切好 是绝对不可能的 发丝百叶的主料是牛百叶 辅料是冬笋 三十斤牦牛肚 才能选出那么一两份发丝牛百叶用的肚子 冬笋尖得切成丝 功夫全部体现在刀工上 因此要想炒好一道发丝牛百叶 必须要有十年以上的功龄 刚刚上遭的年轻人 绝不让做这道菜 焯好水后 牛百叶和冬笋丝还不能下锅 要先对汁 可别小看这碗条汁 这可是这道菜的另一关键所在 这个菜的关键就是对汁 我们从学徒的时候 从我们的老前辈老师傅那里 他们炒这个菜的时候 他们就这样传承下来 我觉得它这个对完汁之后 它这个味形改变了 它变成了一个符合味道 用蒜蓉炕锅 将白叶和冬笋下锅煸炒 倒入干红辣椒丝和葱段 从锅边倒入调汁 火要旺 三下两下就要将菜翻颠均匀 这道菜色泽白净 形如发丝 质地脆嫩 综合了咸鲜辣酸各种味道 口感丰富令人成绝 另外一道香菜麻辣子鸡已经有116年的历史了 清朝末年 汉林苑学士曾广均在这里用餐后 欣然提醒了麻辣子鸡汤泡肚 令人尝意玉楼东这快制人口的诗句 这道招牌菜也被一代一代传承了下来 麻辣子鸡 我当年是许大师亲自教我 怎么样改刀 怎么样过油 怎么样对脂 怎么样烹制 这都是很细心的 一步一步地教我 做麻辣子鸡 剔骨切鸡丁是相当考验刀工的 要剔除全部粗骨细骨 斩断筋络 切成大小均匀的鸡丁 烹制前 鸡丁要用精盐 酱油 料酒 湿淀粉等抓匀上浆 烹制时 第一次油温要烧到八成热下锅 把鸡丁打散捞出 带油温回升至九成热再下锅 过第二次油 这样炒出来的麻辣子鸡 外焦内嫩 麻辣咸香 酱汁肘子 要当天现宰的仙猪肘 去骨后下冷水 煮至八成熟起锅 摊凉 肘子放进微锅里 要肥肉朝下 瘦肉朝上方 并把视线备好的红干椒 八角 桂皮等 全部放在瘦肉的上面 一起上火位 肘子靠近瘦肉那一面 要切花刀 切到瘦肉的八成深处为夷 不能切穿 端上桌的酱汁肘子 肉烂味香 肥而不腻 李燕说 老一辈香菜人带徒弟时 很多独到的经验 都是通过口述的方式传承下来 学徒们要经过很多年 慢慢领悟其中的精髓 徐大师最喜欢说的就是 除德 除衣 感情 心情 这是我们传承下来的东西 在湖南里乡 有一样十三村酱菜 飘香千年 几经浮沉 一度走向销王 如今 这道激进失传的酱菜 却成为了连香的名片 这主要归功于他的伯乐 李国武 教给我的说 这个人都已经走完了 包括这个企业基本上也垮掉了 这个工厂教给我就 将近是三大池子那个榨菜 教给我了 再就还有将近是五字那个大缸 就教给我 这涉及都没有 李国武一接手 就把传里下岗的老师傅请回来 让传统手艺得以保留 2009年 十三村酱菜 被确定为 湖南省飞物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没有我这种对全人的守护 说实话这个产品就消失了 这个古老的工艺也消失了 就因为有古老的工艺在里面 有发酵的工艺在里面 如果说我完完全全 用现代的工艺 一种催熟的方法 但是这个说实话就缺一个酱香 缺那个某某的肥味 酱菜中特有的香气 主要来源于食材发酵产生的香气 将黄豆 豆腐和豆瓣 分别放入坦中封存 运到地窖中 恒温发酵六个月 才能开封使用 黄莲祥是酱菜制作工艺的传承人 对于酱菜制作的每一个环节 他都不敢马虎 尤其是发酵这一步 精益酒精 不能去马马虎虎 做每件事都要真正 一般简单给酱面 食物人给酱面 食物是取干料 必须给酱面取 不能干 一干的那如果它就得很 有个种的气 那里面的菜 那就会局限制容的 会发酵啊 发酵好的鸡料 还要与精选香菇 进行配比 放入油锅中 加入卤制黄牛肉 剩下的十几种精选香料 不能一起放入 每放入一样后 不停地搅动锅铲 待入味后 才能放下一种香料 制作者要站在灶旁 不停歇地熬煮两小时 酱菜才能做成 纯原生态的制作方法 使酱菜口味独特 既保留了 民间秘方的口味 又守护了食客们 舌尖上的安全 广西壮族自治区 多民族巨居 赋予了广西这片土地 独特的多元化魅力 这里不仅有多个少数民族的 地域风情 更有多姿多彩的非夷美食 广西人的一天从粉开始 一日三餐加宵夜 连零食都吃粉 所以说到广西的非夷美食 粉是最有发言权的 蒙日森和廖远南 都是南宁第一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 6月20日早上8点多 两人一同来到了南宁东站 今天我们是要坐火车 去到桂林找龙富孙大师学习 龙富孙大师是桂林米粉 卤水的国家级非夷传承员 蒙日森20岁 廖远南22岁 他们在学校学习的是烹饪专专业 每年龙富孙大师 都会到学校传授记忆 为了不让非夷美食失传 两人打算登门学艺 一碗卤水的好坏 决定了一碗桂林米粉是否成功 所以我们要去寻找秘密所在 龙富孙是土生土长的桂林人 风味独特 食之纯齿流向的广西名小吃 桂林米粉就起源于这里 祖传的卤水制作记忆 使桂林米粉成为美味的最重要元素 卤水是桂林米粉的灵魂 感情跟儿子一样 一辈子做好一碗粉 这是我一生的一个追求 卤水的产生最早可以追溯到 岭南的蛮花时代 为了驱失解毒和抵御脏气的侵袭 从最初以驱病为目的的汤药 逐步添加几十种 足以美味的药用食材和辅料 数百年来恪守着传统的全手工制作 我们还是古法熬制 我们的卤水只用豆瓷 因为以前是没有酱油的 所以我们现在一直还原用至今 这个是一个主顺你不能改变 卤水是不能改变的 卤水的制作记忆 基本定型于明末清初 至今无添加剂 无色素 无香精 花椒 小茴香 白芷 甘草 沙姜 玉果 香叶 桂皮 丁香 草果 陈皮等二十八种香料 均按一定比例配置 这卤岸果就是我们桂林的一个特产 它的特点是第一上色 第二就是调味 沙姜它的特点就是去腥 去善 师傅 像这个丁香为什么是不能用多呢 因为它这个药味它比较浓 如果你放多了以后 它整个的卤水它会带有一种药材味 那对口感它是不好的 将选配好的香料放入铁锅 稳火慢炒 十分钟后加入适量的豆油 二十分钟后放入特制的豆豉 添少许食盐 再稳火慢炒十五分钟 豆豉是发酵的嘛 去掉它的美味 这点非常关键 一定要记得加点食盐 等到豆豉分解成粉末状 就要添加大米做的桂林五十二度三花酒 再翻炒三四十秒 为的是去除豆豉和香料发酵的味道 去除美味 真香 去腥 它起这个作用 我们熬入水必须用桂林三花 它才能达到那个效果 一定是高度的 之后再添入满锅清水 放入猪草桃肉 牛底板肉大火蒙煮 煮开后 闻火熬三十分钟后 先将猪草桃肉捞起 是用来制作桂林米粉的配料锅烧肉 卤好的猪草桃肉 第一次皮炒上油炸 稍微冷了以后 再用两百度的高温 皮炒上油炸几泡 等到吃的时候 还要回锅第三次油炸 为什么是要炸三遍呢 第一次是固形嘛 第二次是给它起泡 那么第三次保持一个脆度 那么这锅烧它超过四个小时 它就会回潮 就这个原因 所以要三道 一个小时后 再捞起牛底板肉 牛底板肉用的是桂林水牛 它是牛身上最老的一块肉 卤好之后 酸甜好切 随着卤水的颜色越来越深 此时需要再用小火继续熬制八个小时 经过九个小时熬制的卤水 要经过两次发酵 第一次发酵24小时 过滤掉香料之后 在不同温度下继续发酵七天 为的是保留卤水的味道 纯美清香淡雅 等到吃桂林米粉的时候 卤水需要用30度的温度加热 更好地会发出香味 而米粉则要用85度的水烫 然后一碗米粉要根据重量 添加适量的卤水 一碗桂林二两米粉就是18克卤水 为什么有这样一个配品 要卤水那个勺也是定制的 每批出来都一样 因为它是有标准化码现在 桂林米粉原细爽滑柔韧 本身淡而无味 关键在卤水 而正确的吃法则更是让人叫绝 米粉中可以加入锅烧肉 卤牛肉 酸笋 酸豆角 花生米等配料 和卤水均匀干拌在一起 第三步就开始缩 桂林的米粉的吃法叫缩粉 缩完以后就喝汤 这是正宗的吃法 在桂林 米粉以早早超越了地方美食的概念 演变成了桂林人和油子们 捧在手心里念念不忘的一碗香愁 一般我过来吃都是吃到这个经典 它这个卤水的话会比较香一点 百年卤水越卤越香 所以我就冲它的卤水的 一般过来吃 一碗不够还点了第二碗 是吧 它卤水比较香 比较浓 某日森和廖远南对桂林米粉 卤水制作技艺的学习还在继续 而在南宁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这样的飞移传承 已经成为了教学的日常 副校长毛永信 带记者和广西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大兴 参观了广西民族特色小吃展示馆 这里集中了广西200多种小吃 其中飞移小吃就有37种 国家仅飞移4种 毛校长说 每一种飞移小吃后面 都有它的历史渊源 传统故事 文化底蕴和特殊记忆 让人代代相传 他们学校的烹饪专业 就是在传承飞移美食的基础上 将传统记忆 结合现代人的饮食需求 进行了创新 比如说会进行形态上的改变 口味上的创新 包装上的提升 那么会给传统小吃 附入新的内涵和活力 让更多的现代年轻人去接受 那么我们的飞移小吃 也就能够更好的代代相传和发展 粉是广西人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独特饮食方式 除了桂林米粉 毛校长说 还有一种国家级飞移小吃 也在近些年风靡全球 比如说像我们柳州 赫赫有名的柳州螺蛳粉 它以非常著名的鲜香酸辣 甚至带有一股酸神的一种独特的味道 但是它依然为全世界所接受 与桂林毗邻的柳州 有着广西最热辣的米粉 螺蛳粉 很多吃过螺蛳粉的人会纳闷 螺蛳粉里为什么一颗螺蛳也没有 中国烹饪大使黎元龙说 那是因为螺蛳粉的螺汤 由螺肉 猪骨 鸡骨酱 天然香料等民间配方熬制而成 熬过汤后的螺肉就会丢弃 汤里浓缩了螺肉的精华 螺蛳骨头汤它是螺蛳粉的核心 那熬汤的话它关键一个是配比 常规的配比就是一斤大骨 一斤螺蛳出十斤汤 先将猪大骨 牛骨 鸡骨架焯水 去除血沫 大火烧开以后再用中火熬出白汤 熬到三四个小时之后炒好螺蛳 这时候加到骨汤里继续熬两个小时 它加骨的点也有讲究 它不是把它混在一起熬住 它是有一个添加的一个先后逊序和步骤 在这一点 在熬汤的这段时间里 黎元龙开始烹制红油 除了会用到几种不同种类的辣椒 它还会用小葱 红葱和紫苏提香 有些辣椒是有香味增香的 一种是增辣的 还有是增颜色的 把几种搭配起来做 炸腐竹 炸花生米 炒木耳 炸萝卜干 炒酸豆角 这些配料的制作当中最为特别的是炒酸笋 第一道的柳株螺蛳粉都会带着一股浓浓的气泡的臭味 这股臭味来源于螺蛳粉里的酸笋 炒酸笋调味最为关键 酸笋它不要吃盐 加调味它盐比较重 它要比常规炒菜的盐要重1.5倍 这样子炒起来它那个酸香味特别香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再烧半锅水 放盐 水滚时烫好米粉 加入辅竹 花生米 炒木耳 酸笋 酸豆角 萝卜干等配料 鲜酸爽烫辣 酸笋 螺蛳和大骨的酸香味融合在一起 有一点臭臭的感觉 我们把粉往嘴巴送完再轻轻一缩 这嘴满满的螺蛳香味粉比较滑爽 我这个两三口下去就觉得浑身发热 现在全身都是暖的 对 螺蛳粉它吃的就是一个效果 特点是酸香 酸辣开胃 吃完以后我们把它的汤喝到嘴里 就是满口的螺蛳香 它比较突出 近几年柳州螺蛳粉走红全球 数据显示 去年大尔庄螺蛳粉产销突破百亿 凭借酸臭辣的独特口味 柳州螺蛳粉成为了全民网红 螺蛳粉在大尔庄之后 如何能够让消费者吃到传统的飞夷特色呢 黎元龙带记者来到了一家螺蛳粉生产企业 在原料车间 企业负责人方玉雄告诉记者 他们这里的螺蛳粉工业化生产之后 还是保留了传统的黄金配比和工艺 最核心的环节熬制螺蛳粉的汤 采用的是新鲜的骨肉相连的猪大骨 鸡骨架和新鲜螺蛳 在125度的高温下熬制八个小时 我们这个传承的飞物主文化遗产的螺蛳粉 首先从食材就要还原原来的比例 那么我们从传统的食材 都要在工艺化上全部要体现出来 还原高汤的做法来做 还原出我们汤的鲜美 这样子做出来一碗螺蛳粉 那就能还原我们街边上 真正传统的螺蛳粉的味道 我现在做的工艺化生产出来的 螺蛳粉的汤的制作的标准 那么这跟我们手工产产 这种传统的螺蛳粉可以比美 而对于螺蛳粉当中的红油 只是选用了灯笼椒 藤椒等 五种辣椒增色 增辣度 增香 加入葱姜蒜复合好制 而且还会根据消费者的需求 添加用量 最完美的一碗 就是一个好的汤底 一个好的红油以后 那你这碗螺蛳粉才是完美的 辣椒的颜色又同量 这个香味又浓郁 这样子来满足消费者的喜好 南宁是广西的首府 会借着全广西拿着全中国的小吃 这其中南宁水界的生榨米粉 有着不一样的地位 都比较独特的味道 比那种其他米粉比较符合我们口味的 跟别的粉都不一样 因为它是现做的 而且就比较爽滑Q弹 很软弱的那种 四十年前 黄天灵从一个路边几平米的小摊做起 如今他将这种生榨的记忆 传承了几十年 将五分之四的新米泡水后 用石墨进行湿墨 得了米浆 再将生米浆和熟米浆 按照一定比例进行混合 这是一个非常讲究 技术性很强的操作 如果你生姜多了 米粉的话它带有酵母的 它就会发酵了 起泡了又用不了 如果是它的熟姜过多 放在容器里面又炸不出这个孔 然后将另外五分之一的新米 煮成烂饭 倒成糊状 再和沥去水分后的米粉团 揉到完全融合 就成为炸粉时用的粉团了 你打开的话 你会闻到有一股酸酸的味道 就好像是夏天发酵的那种味道 这个米粉它与众不同的就是它发酵的话 酵母跟乳酸菌在一起产生的趣味酸味出来 吃米粉时随吃随胀 将弄好的粉团放在一个穿油几十个小孔的原铁罐中 用力下压 从小孔出来的米粉就直接掉入开水里 不足三分钟就可以捞出 它的断头力不能过多 就是一碗米粉它夹出来都是长条的 如果你做出来的米粉太碎的话 它是不合格的 它的工艺是很讲究的 在粉面上铺上一层碎猪肉 加入酱油 盐 熟豆芽 酸菜 生葱和骨头汤 吃粉的就在于它的新鲜了 这个粉要拉得越长越好 不能断 看 我能挑这么高辣 尝一口 好 这个粉第一口吃下去 给人一种特别新鲜的感觉 跟其他粉比起来 这个粉可以用入口即化来形容 太幸福了 在你饿的时候吃一碗粉 然后啃个猪脚 这个里面的配料也是很丰富的 酸 辣 鲜 这三个字我觉得形容这碗粉是最合适的 还有加上米粉的这种爽滑 广西除了粉还有一个名小吃 宫城油茶 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瑶族油茶习俗主要分布在广西贺州市的宫城瑶族聚集区 作为大瑶山的女儿 贺娟曾经在联合国分享了宫城油茶的传承和发展 在厂的全世界各界人士才知道中国有个瑶族 而且瑶族有一款叫长寿之影的宫城油茶 就觉得的话呢 非常的话呢 向往很想体验 宫城油茶不仅在国际上让人惊叹 而且让贺娟的侄子蒋宇齐结束在澳大利亚的学业回国 开始学习这种古老的制作工艺 我认为是作为瑶族人身上的一个责任吧 我希望我能成为下一代的飞机传承人 现在还不是 但是我立志去把咱们的这个民族的特色和文化把它传递下去 工程油茶的制作特别讲究 油茶选用的是清明古语两个时节采在的绿茶 有叶有梗 最好还能在火汤上方烟熏一阵子为好 再用少许开水浸泡茶叶5至10分钟 以减少烟火味及苦涩味 锅内放少许油烧热 放入藤姜片 带皮大蒜 花生 香葱 盐碎 以及泡好的茶叶烧炒就开始锤打 好油茶必须要起这层锅巴 一锤二磨三炒就是这样 一边锤打一边研磨一边翻炒 等到锤融之后分三次加入开水再放入盐调味 这个油茶的话可以说是牵人牵味 很讲究茶艺师的这个技术 翻炒一定要起一层锅巴 但是又不能给它糊的锅巴 所以你的油茶才会飘着这个金黄色的这层金黄色的金黄 这个茶汤就非常的香 满无飘香 再用竹落斗把茶水滤入锅中 在碗底放进葱花和盐碎 再放入茶汁 麻淡果 花生 层次感丰富 你入口觉得苦涩 但是一到咽喉就很回甘 因为不苦不色不为茶 所以茶在这个油茶当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比重 是 很甜很舒服 所以深有感触嘛 不管尝过大全世界的万种美食 都还是比不过我们家乡的这碗油茶来的香 喝油茶必须配各种佐食的小吃 都是各种油炸和炒香的食品 比如瑶香山珍大肚巴 瑶香爱叶芝麻巴 山地狗舌巴 瑶香古典发糕等等 大肚巴长得有点像一个家大号的汤圆 但是里边是咸的 十几种味料 口感很丰富 可以看到里面东西特别多 尝一下这个爱叶芝麻巴 有这个柚子叶的清香 还有爱叶的清香 黑芝麻的浓香 吃到老黄糖的香味 所以一共有四种香味 传统的工程油茶是咸味的 现在经过创新 加入了红枣 枸杞和核桃 使之变成了八宝甜油茶 喝起来跟这个真的是口感不一样了 冰冰凉凉凉 为我们民族团结 为咱们美好甜蜜的生活 干一杯 好 为延续飞移技艺 对 广西五明的大明山 四季雨水不迟 山泉不断 最是养育食材的好地方 壮族五色糯米饭 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潘洪华 深入山林去采摘红蓝草 紫蓝藤和枫叶 他要用这些食材制作五色糯米饭 它所有的植物都是纯天然的 一般在我们这个片区的各个地方都有 五色糯米饭是壮族地区的传统风味小吃 因糯米饭成黑红黄白紫 五种色彩而得名 又称乌饭 庄家人十分喜爱五色糯米饭 把它看作吉祥如意 五股丰登的象征 它是春天和大地给我们的馈赠 我们把它做成一种礼物 来回馈天地 敬祖宗 敬客人 五色糯米繁琐的染质记忆 越来越被更多人知晓 其中黑色糯米的染质最是耗费精力 枫叶制作如果不懂技巧 它还做得不够黑 如果做得好的话 它做黑的污量 而且特别清香 新鲜枫叶采毁后 需要先捣碎泡水 这期间还需人工不断搓揉枝叶 滤水静止一天 再放入糯米浸泡一夜 黑色糯米完全染质好食 以耗费将近两天的时间 并没有看到它有黑色的色素在里面 对 所以我们要把它全部摘下来 要捣碎 剁碎 要泡上24小时 才会出黑色 才会出那种偏墨绿色的 我们还有一个秘诀 就是要泡上一些砍枫叶的柴刀 有生铁 它就特别黑 还要泡铁 糯米性温 许多人感觉难消化 且上火 而壮卓的五色糯米 以深山天然染色植物作为染料 染制糯米 这些植物性凉 中和了糯米的温热 使得糯米更易消化 这两种花 这个花就叫红蓝草 我们就叫它姐妹花 紫色就叫紫蓝藤 它叶子差不多大小 唯一的区别就是紫色的 它的藤比较长 红色的 它那叶子的背面 有一些小毛毛 紫蓝藤在开水的作用下 正在产生神奇的变化 不到一分钟的功夫 每一红变成了 现在鲜亮的这种红色 对 这种我们就叫紫红色 有点像线菜红 对了 紫蓝藤煮出紫色 红蓝草煮出红色 黄枝子煮出黄色 放凉之后进入糯米 七八个小时之后 紫色 红色 黄色 色彩斑斓 沥干水分铺平 在木桶里上锅 蒸两三个小时 颜色漂亮 味道香醇 这颜色看起来 就特别的有食欲 我看到的是污亮污亮的 就是它的这个糯米 散发着这种光泽 好有嚼劲 黏黏的 然后有它的清香味 有它的清香味 我也最喜欢吃黑色 因为这种香气很浓郁 吃了就忘不掉的感觉 五色糯米饭 不仅是壮族孝道文化 礼仪文化 喜庆文化的象征 更代表了壮族的民族精神 是一种团结的 黏在一起的力量 是想像加热地 甜甜蜜蜜的糯米食 喻着我们了 天主 长安自古帝王都一朝看尽五千年 西安一座拥有着三千一百多年建城史 一千一百多年的建都史的城市 这里是中国四大古都之一 丝绸之路的起点更是一座美食之城 本次陕西非以美食之旅就在西安展开 刚刚早上八点一道流传千年的非以美食 已经出现在西安的街头巷尾 那老师您今天是这么大早 才八点钟您带我去吃什么 我带你吃一个叫正高的 叫正 正在古代的时候它是一个锅的形状 樊建国是中餐美食研究专家国家级技能大师 对于非以美食颇有见地 古老的正高是关中近南地区的风味小吃 它是使用由最古老的蒸具正蒸出来的 这也是它得名的原因 那我们去吃那个什么油茶是吗 是油茶 油茶麻花那是西安 每天早上特别喜欢吃的一道美食 香气扑鼻的油茶中浸泡着柔软可口的麻花 撒上芝麻 五香花生 这就是古城西安的油茶麻花 这道普普通通的早餐 陪伴着古城西安的男女老少走过了无数个早晨 也在每个西安人的生活中留下了独一无二的印象 那老师我们现在去找什么 找一个陕西最具代表性的一个美食 陕西人都喜欢吃 在全国人的心目中 那就是陕西的一个代表 叫银银面 樊建国老师带我们来的这条街是一条老街 一百多米长的街道上 光面馆就近十家 合了面 扯面 手擀面 裤带面 明显地感觉到陕西人对于面食的偏爱 哎呦 面来了 面来了 这是什么 扫子面 其三扫子面 哇 酸香味的 酸香味 酸辣香 薄金光 鲜西光 九个字 陕西的每一种面食都有一个来历 新疆的拉条子在西安叫柱头面 过去的筷子叫柱 面条拉扯的时候 向筷子头粗细 西安人也叫它柜柜面 而这碗面条浇上了素扫子 肉扫子和西红柿鸡蛋扫子 于是它就叫三合一了 油泼辣子标标面 陕西十大怪中 面条像阔蛋 就是指这种面 油泼面起源于明淡 有鲜香味 酸辣味 香辣味 到西安旅游的朋友 吃上一碗油泼面 让你不枉此行 在西安你会经常碰到很多 我们有时候讲 拿卷踢一个土格拉 有可能它就是骨丸 真是这样子 而你要想到吃 你在这吃了这么多的小吃 吃了这么多的飞衣产品 你是感觉不到的 你就觉得它是个凉皮 它是个肉夹馍 对 随便就可以吃到 随便你都能吃到的 你的感觉 它的历史脉络是从哪来的 我们就要到博物馆去找 从大唐西式博物馆里的 各种青铜器不难看出 闪菜就如同西安 这个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城一样 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美丽的传说 你会发现 原来烤乳猪烤鸭的源头 都来自闪菜 这些东西既是礼器 又是我们实实在在 过去我们煮肉用的东西 煮肉用的 对啊 煮肉用的 我们过去就用的这顶 哦 顶是煮肉 顶是煮肉的 鬼 就是装肉的 据史料记载 腊枝肉在战国时期为韩肉 当时韩国已能制作腊枝肉了 前面韩后 制作工艺传见长安 唐代又称腊肉 地道的腊枝肉色泽红润 酥软香醇 肥肉不腻口 瘦肉满含油 入口即化 久住不便 西安商贸旅游技师学院 您要带我找飞仪美食 怎么带我来学校了呢 来这儿让你看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跟咱们飞仪是有关的 就是 一个催俩 面点教室里同学们正在进行期末测试和叶饼的制作 在这里会有怎样与飞仪美食相关的惊喜呢 就是这个三三澳 三个三面 三三澳 三三澳 这是做什么 这是 这就是专门做肉夹馍的最传统的工艺 对 那我们这个器具的话 有水料进来的话 这个器具是什么时候 最早的时候在明朝留下来就有 清朝也有三百多年历史 再加上明朝 这最少四五百年历史的这东西是肯定有了 这种三扇凹子 底层是用泥巴抹砌成圆形的泥炉 加入燃烧完整的木炭 上面盖上比较厚的平底铁锅 也就是一扇 然后再吊起一个铁扇盖好 在二层铁扇上加入木炭 最上面再盖上一扇中间凸起的铁凹子 那么这个看着沉重而复杂的器具 是如何烙磨的呢 这才是成熟 这是最手工的 对 最原始手工的 烙磨的器具 对 现在好像都是电饼铛了 对 电铛铛我们也都看到 为了上下的火候比 对 对 拌起来了之后 它就把那个磨一面 把这个面拔起来了之后 就拔开了 拔起来了 就成了两层 上面加热 底下加热 然后它中间有热气 它那时候磨就跟肉 能充分地舀合在一起 外边是脆的 里边是糯的 白鸡膜源自咸阳 是用上好的面粉 拌发的面揉制成团后 揪成拳头大的面剂子 然后用梭子形状的擀面棍擀成条 关键的功夫就是将面卷起来 再擀开面饼 拿在手里转着圈的捏形的功夫 那就是传承记忆 因为最后这个白鸡膜是不是达标 就是这手工记忆 面饼放到铁铛板上略烤成型 上下隔着铁铛板的炭火烘烤 烧请翻面 双面松脆微黄即可 铁圈虎背菊花心 皮薄松脆内心绵软 是难得的境界 汉堡包我都想它的来源 是不是就是根据我们肉夹馍来学来的 这个肉夹馍早已汉堡三百年 就是说咱的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 五千年的文明 这个跨度太大了 所以说这个东西 那是中国的活化石 肉夹馍是两种食物的绝妙组合 蜡汁肉白结膜互为衬托 将各自滋味发挥到极致 只需把蜡汁肉切碎了 向里填充就行了 磨香肉酥肥而不腻回味无穷 凉皮历史悠久 据说源于秦首皇时期 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 秦镇米皮 秦山擀面皮 汉中米皮 各个都是诱人的主 在西安 无论是高级餐厅 还是街头小摊 都能看到凉皮的身影 我们做一下 我们西安的传统小吃凉皮 用它才有小白菜炸的汁 然后我们去做一个 新样式的凉皮 海色的凉皮 对 活糊子 糊子 对 凉皮用的是那种 糊糊状的东西 然后放在两层的里面 然后去在锅里蒸 各色的面糊直接咬到漫模中 放到废水锅里盖盖蒸五分钟 这个烹饪技法叫烫 烫好的酿皮要迅速放到冰块水里 这个动作非常关键 酿皮筋不筋道 除了对面粉烤去之外 就看这个步骤了 烫熟的酿皮切成宽条 淋上麻辣 酸甜 香辣等各种口味的密质调料 和陕西人最爱的油泼辣子 一盘香气诱人的陕西凉皮 断式让人口水直流 接下来 大厨要为我们展示的是一种 号称相面不是面的名贵小吃 要把经过严格筛选的白细绵软的上等面粉 饧三十分钟后擀成稍后的面饼 上面涂抹上经过香油 五香粉调味过的猪板油挤网油 然后把面饼叠成三折 切成均匀的细条 这个刀工非常了得 不能把面切断 而且要保证每条的猪油夹层不被挤出来 厨师手上的功力不是一时半会儿可以炼出来的 接下来把切得整整齐齐的面条捏在一起拉转 这个不能太用力 否则便会拉断 马上到最后的工序了 我看这个上面一丝一丝的 就是好像这有多少根呢 这真没熟过 没熟过 你看有几十根了吧 至少一几十根了 哇 好细啊 这都粘在一起了 一会儿蒸出来的时候 你见证的奇迹事故就到了 我们期待上蒸锅二十分钟后的奇迹吧 那我开始揭晓一下 这个东西 哦 这还有一个揭秘仪式 哦 这是揭秘仪式 那这个上面这个面皮 这个面皮还可以用 不能浪费 这个可以做成绘饼 这底下呢 还铺着有褥子 有被子 有褥子 盖着被子 它香气不得出去 铺着褥子 油不流下去 而且香气也 底下也不跑 把它封在这个里边 它这个油塔的这个香气 永远都在 都永远在这个里边 放倒了之后 一拍 你看 哇 散开了 散开了 看见没有 哇 细啊 是不是 对对对 真的像头和丝一样 像头和丝一样 对对对 像面条一样 对对对 这就是啥呢 像面 像面 不叫面 它叫啥呢 叫什么 它叫金线油塔 金线油塔历史悠久 早在一千四百多年前的唐代就有了 是陕西三元地区的一种名贵的传统小吃 它曾多丝细 松绵不腻 因为形状提起四金线 放下像松塔 故而得名 今天一大早 专家就带记者来到古丸城 在这里也有非议美食吗 怎么又跑到文丸城了 文丸城也带你看看东西 为什么叫葫芦头泡膜 为什么这么多东西都叫葫芦呢 为什么呢 葫芦过去是卖药的 药的啊 装药的 对 郎中就背着葫芦 然后我们的葫芦头泡膜 跟这个有关系啊 对 就是跟着 是孙思苗 把他的药 搁在我们的主大 主白肠里头 加了这些药 后人为了纪念 这个 这个孙思苗 而挂了个葫芦 大家最后没有记住 他家的主白肠 就记住他家的葫芦 葫芦头 他家的泡膜 最好就是这么来的 西安堪称魔都 也为热面食 面条 夹馍的花样数不胜数 当然 如果外地来的朋友 不吃碗泡膜 等于白来一趟 泡膜在西安分两种 一是清真的牛羊肉泡膜 还有就是这碗历史悠久的 葫芦头泡膜了 这可是西安人心中 私藏的美味 葫芦头泡膜 就是传承的就是孙思苗 那个药葫芦 那个汉阴椒 西大香 上年贵 等十种年贵 就是配制而成 这就是秘制的一种方法 撒心取腻体味 很关键的意思 要想做出美味的 葫芦头泡膜 熬汤是关键 要选信心上好的食材 将猪骨砸断 配五花肉 柴鸡下汤锅烧开 同熬几个小时 制入白色的浓汤 之后就不能再加水了 每家葫芦头泡膜门口 都有一口大锅 盖子一接 喷香扑鼻 一锅热气腾腾的猪大肠 猪肚 护心肉 鸡蛋豆干 香飘千载 这个膜呢 跟那个羊肉泡膜的掰法 是完全不同的 不是掰越小越好吗 不敢不敢 它是发面的 它是发面的 发面膜的 对 这个膜要上下一块掰 把它掰成车了 就是说大拇指头尖一样 车度一样大 我们叫大嗓子 就是四四方方的 这是为什么呢 为了一会儿呢 它冒汤的时候 它能不散 毛膜是葫芦头泡膜的成型阶段 关键在厨师的加工手法 厨师将切成拖刀菱形的长片 放在膜上 加适量粉丝 用沸汤反复浇泡 使汤渗透模块 然后加辣植油 密制调料水 蒜苗 香菜 最后浇适量肺汤集成 毛的过程看似简单 实则要运用旋 转 拍 压 调 臂的手法 反复将滚肺的汤 在模块上浇毛八遍以上 使模块全部浸透 汤的香味完全通过模块的边缘 充分进入 而且模块绵软滑润没有硬性 咱们这个 咱们这个你看 辣椒 烧肉 烧肉这个皮是萌的 您看我这磨出来 你看还是形一点都不散 对对对 而且也没有 枝子绝对会 没有辣 清透得很好 仙人吃面 一般还要就着蒜吃 吃面不就蒜 味道少一半 如今的葫芦头泡馍 以由单一的品种 研发出老味道葫芦头 葫芦头小炒 还有少不了的油泼葫芦头 精瘦葫芦头 精肥葫芦头 和精肠葫芦头 等十余个品种 这道美味是中口味小伙伴的福音 再配上店里的凉菜 熏大肠 与葫芦头泡馍味道鲜美 回味悠长 第二天 樊剑果老师带着我们 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 在秦岭山脚巷 他要带我们找的是一种特别的鸡 我们这个鸡好不容易才捉到 它太灵活了 你这个鸡跟鸽子一样 它这个肺 它很小 它这个动作特敏捷 但是它已经是 这个是两年了 都两年了 这是两年的 大概就二斤重 所以这个鸡是比较珍贵的一种鸡 为什么这个鸡 拿这个鸡做 这个鸡生长期长 于是这个肉 这个香味很足 所以说做葫芦鸡的时候 这是个最佳的选择 说起吃鸡 西安人绝对是当仁不让 在陕菜中有一道叫葫芦鸡的传统菜 是西安的名菜 被誉为长安第一味 这个有一千多年历史了 一千多年了 从唐代到现在了 哇 那真是历史悠久 关于葫芦鸡名字的由来 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葫芦鸡系 胡乱鸡的转烟 即一整只鸡的意思 另一种是因为 这鸡经过烹饪 形似葫芦 其实这两种说法都对 如果把这两种说法合起来 就更准确了 浸泡一夜去除血水之后的鸡 从鸡被按压平整 做好造型后 盐和花椒均匀涂抹在 鸡身和腹腔内 按摩片刻超水即可 接下来是非常关键的步骤了 过完沸水以后 直接就放在咱的冰水里边 放在冰水里边 需要再加点冰块 这个的作用是什么 这个是让它的皮迅速的冷却 完了以后 保证它的皮更酥脆一点 那这样我们需要冰制多长时间 这个一般冰透 在五到六分钟就可以了 冰透的鸡放到姜片 葱段 盐 花椒 生抽和近三十种 复合香料的汤里浸泡着 上蒸笼 蒸制四个小时 蒸好的鸡 要在原汤中 再继续浸泡一夜 这样汤料中的味道 可以充分地进入到鸡肉中 现在就是咱先打入四个鸡蛋 再加入咱这个芝士果的水 基本上芝士果的水和鸡蛋的比例是一比一的 哦 是呀 这是什么的 明天弄了 要来以后 然后把这个搅和圆 这是我的特点 就是泡出来的颜色比较黄 哦 比较黄 好多地方用这个可以泡茶喝 锅中添油烧至八成热 将蒸好的鸡 裹着脆皮糊放入油锅中 热油翻滚 让整只鸡充分沐浴 等外皮呈现红色后 这道外胶里面鲜香入味的葫芦鸡 就做好了 你瞅着声音 对 这个声音 鸡 这是为啥 太诱人了 您这个动作 加上这个声音 再加上这个味道 这个鸡的整个的香味和特点就出来了 是 特点就是比较酥脆 嗯 里边的肉 对 肉质比较鲜嫩 千年历史 看长安 在这样一个历史文化地域深厚的古都 您会被历史遗存的雄魂壮观所震撼 同时又被博大精深的美食文化而深深吸引 因为每一道美食 都有了酸甜苦辣的由来故事 这花馍是我们这个店的一个特色 但是您来的不是吃花馍 来的是吃的是饺子宴 花馍竟然能变成饺子 也只有陕西人可以做到 简单的这个工具 擀 捏 加 剪 包了馅的饺子在传承人的手上 分分钟就有了生命 那我们现在那个饺子的馅料有多多种 三百一十八种 三百多种啊 对 哇 那这个形状呢 我们饺子是一饺一起零碳 白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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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味 第一次意思就是一个饺子圈 一个品种 一个样子 饺子宴里大多都是蒸饺 肉下的核桃 甜下的小猪 脆皮的莲藕 逼真的秋缠 企鹅 金鱼 天鹅 形态各异 栩栩如生 得发肠饺子宴问世以来 广受国内外美食家和中外游客的青睐 也成了到西安必吃的地方特色 非以美味 那这个的灵感来源就是法国 是从花膜 然后有时候坐在船上吃的那些小器店 咱们以糯米做的各种仿生仿生的东西 我们也把它接接过来 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青蛙 过去这是一种传点的东西 现在我们也都把它吸纳过来 还有巧克力这种元素的 知道吧 那就是借鉴了西方的元素 饺子宴非以传承人创作的 核桃月色 摇池天鹅 鱼儿月龙门 宫喜发财 四喜临门 芝麻鸭子 紫气东蓝 粉红佳人 果中之王等品种 受到中外游客和年轻人的欢迎 2010年中华老字号德发肠 成为了世界上拥有花样饺子品种最多的饭店 饺子宴与著名的仿糖菜点和牛羊肉泡馍 一并被誉为西安饮食三绝